台经院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景气动向调查指出 近期美国物价再度反弹 加上油价飙涨 连在台湾可能会出现二度通膨的趋势 这也将可能对消费市场产生新一波的压力 有些厂商们对于明年的景气也戒慎恐惧 另外如果通膨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升息 造成利率跟汇率双率解冻 专家就提醒了 假设美国升息幅度超出预期的话 中央央行也跟着升息的话 就会造成房贷族压力更大 不少民众期待通膨压力不要再往上升 但接下来景气状况却恐怕不太乐观 厂商对于明年的景气 为什么还是借慎恐惧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二度通膨 所以二度通膨可不是只有指油价 是因为油价天然气带动了整体原物料的上涨 台经院分析 由于美国物价反弹 加上油价大幅上涨 连带台湾可能出现二度通膨趋势 有专家预估二度通膨最明显的时间点 可能落在今年10月 一直到明年农历年 也不排除第四季可能会再次升息 如果说是利率解冻的话 开始往上升的话 那对于一般的购物族来讲的话 那当然是会产生一些压力的 通常在过年前的物价 都会有一波的上涨的走势 那所以可能会对一般的民众来讲 可能会有一些油感 财经专家黄世聪也分析 假设美国升息幅度超出预期 若央行也跟进升息 就会造成房贷组压力更大 而原物料及工资上涨 也可能带动新一波物价上涨压力 尤其进口物价会明显升高 若二度通膨发生 台币继续贬值 外资流失 股市将持续往盘弱方向修正 不过专家认为 若出现二次通膨 压力可能没有上一回力道大 但仍要观察 而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分析 接下来的精气情势 可能出现三大关键 分别是二度通膨 升息带来的双绿节洞攀升 以及服务逆风 货物税 进口关税 把进口的物价压一下 内需的物价才能靠央行 要双管齐下 内外监制 才能把通膨给缓住 未来景气依旧不稳定 面对可能来袭的二度通膨 相关单位恐怕得先 拟定策略 记者杨小玉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